另外呢 这个另外一位老先生 陈两天所发生的 震惊社会的王老先生杀妻案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 那么接到电话 知道这样一个噩耗 都痛哭失声 不敢相信 那么王老先生一直讲说 他呢这个杀老婆 问心无愧 是因为要帮助老婆脱离病痛的折磨 还说两个人生前的时候呢 曾经一直有讲到安乐死的这个说法 但是呢 太太常常去的这个教会的牧师说 这个太太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要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啊 83岁的王姓老翁 亲手杀死自己老婆 在美国的两个儿子 不敢相信悲痛不已 其中大儿子和大孙女 也已经赶回台湾处理后事 你心情确认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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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过来接受 非常伤痛 没有办法接受 你看我们任何一个人 面对这样的事情 都很难接受 26号早上8点15分 老翁先骗妻子吃下6颗安眠药 之后就拿铁锤和螺丝起子 对着太太额头猛钉 最后还用双手把妻子闷死 汪欣老汪杀死妻子之后 直说是因为不忍爱妻 长期受病痛折磨 才会帮助他脱离苦痛 不过死者常去的教会牧师 驳斥这样的说法 还表示死者生前曾向教会透露 觉得自己丈夫就像科 不定是炸弹 我们反对任何人 因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 我们不同意用自己的方式 来决定自己或者别人的 这个死亡的那个方式 死者的遗体 现在还在台北第二殡仪馆 等候法医解破 要取出头部螺丝起子 确定死因 死者的小儿子 也预定在1月初回台 目前教会全力协助家属 处理善后 今天希望阿公养麦定心呀 台北报道